基礎建設 就是不怪說是水溝、測溝、柏油 那這些基礎建設我們經過下去到公所 你們有沒有掌握到各個區公所 他們是否都有標出去 這些工程有標出嗎 你們有去掌握嗎 目前我們有空過來 因為我們每一集會開會 一公所來開會了解 你怎麼會有標到的 有標現在的選手有比誰 其實是不低 有七星那裡 不管是比較久近的、近期的 甚至是兩、三年前的 到現在都是有標的嚴重 我想請教你一下 你有去公所 他們的標籤一直去標 是不是 你不檢查過 有通關 檢查過 你怎麼會做來處理 你沒有協助處理的話 我告訴你 這不是我們簡單說 是在照標 公共流標這樣而已 它可能牽扯到這些工人不足 現在是不是 很多工人都不需要做工人 都在轉做 有 還想真的 我們的物價波動得很厲害 所以物價值數都一直在上漲 所以 標籤的經驗 太少 人家超級無緣 你如何來解決這些問題 確實各一年 在物價上漲 而且連五 差不多都會去 通常 我們大概 一直搖標的話 第一個大概去檢查 設計 到底有沒有什麼設計 是可以比較好做 或者比較便宜的 那第二個當然 最主要還是單價 那假如確實 經費不符合現在的 這個物價指示的調整 那當然 工所大當然可以檢討 比如說經費萬一有些不足 那像我們這個 預告的話 我們還是會增加的經費 是 我是希望說 真正的方向對 我們 隔壁的經營 對到 我們會不再建設 全部輸入 但是 不可以公路地點 比如說這個是事實 必要解決的 因為主要跟 民進的 國有會 所有區的巨大 我說 有超過 七星的 野手 或是沒有超過 我先說沒有超過 七星的野手 大家都不知道 標是超過 七星的 有的 所以都沒有照到 所以這個問題是 勢必要解決的 我先希望說 我們局裡 可以跟我們區公所那邊 有一個密切的研究 來找出處理的方式 這樣好嗎 好 好 剛才 我們有潘區 我們的議員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提案 就是共融自由區 我相信 這個當時 本社 提出進行 也獲得賴清德市長 副總統 他的肯定 所以 從零德國中開始 設立 一定要選定 二十個公園 也要選 現在也想到 我們這些 我們的董事 很大的肯定 所以大家都在爭取 這個特色公園 在我們永康 除了我們月之稱公園 當然在那個六合公園 現在在永康公園 都是 對 初年 可以來設立 現在我們所提的 這個鍋 就是小小公園 你剛好說 好像師父是太近 沒有錯 是很近 但是我們月之稱公園 確實是 已經是 飽和的狀態 你像 一六三名 是怎樣 是怎樣 小小小小小小 也不怎樣 你只是在那裡 你給它看 那個 都是那個 人潮 不管是 阿公阿嬤 爸爸媽媽 小小小 都有最大的觀念 所以 這不是 這不是說 小小小 這個是飽和狀態 如果小小小 這個飽和狀態 這個飽和狀態 在那裡 有輸給 我們就寫一下 我是覺得 勢力 應當 交涉 我們會來健康考量 大概 是 確實不足 還有 真身 我們可以 阿公阿 我一定說 我們現在 烈子森很緊 烈子森 他有殺根氏 他有殺根氏 這個單象 那麼我們在那個小小公園 對 有可能我們可以注入 別的單象 就是這樣 他是不是有好幾項 對 他有很多項 他有很多 他有很多 他不在那裡 感谢观看